所以高血压又叫做一个什么 叫做没有声音的杀手 Siren的Killer 但是年纪增长的话 可能就比较危险 它可能就爆到200 突然间 硬化以后就200 突然间中风的 就是这一类的 十大使应第九名高血压 有无声的杀手之称 在今天的节目中 将带您更了解高血压的并发症 以及如何预防 适合高血压的朋友 是什么样子的运动 走路是最好的 就是走路 不要太激烈 其实走路是 你只要关节没有什么问题 走路快走 稍微快点一点走 稍微有点汗 喘一点 他们说走路走到 你讲话可以讲 但是有点喘那是最好的 就可以了 见走 OK 进走那种 进走太快了 你可以控制速度 对 就是慢慢的散步这样 我记得姿势 我印象最深说 那时候在报社 隔壁有个记者 他其实才40岁而已 然后他在那边写稿 已经写3 因为我们差不多6点半开始写稿 写了3天3夜突然在有个洞 没有 我们6点半开始写稿 对不起 我把他太小看 他算是很专业的一个社会记者 然后他从我们6点半 就要开始进去报社写稿 然后写到10点 然后解稿 好 他就在那边一直写 他写中途也没起来上厕所 写稿 解稿10点之后 他踏起来的时候 砰 掉下去了 这就是姿态记者 他就中风了 对 马上中风 所以他就是姿态记者 因为一直打变成这样子 所以就是很建议说 至少你在几分钟 一个小时之后 要稍微伸展一下 对 把自己再稍微 不过那个可能不是 刚雪雷的问题 他可能有那种中风 那这个事实上对你讲得很好 我们因为坐着 或是什么时候 他血都是在腿部或下部 对不对 因为他即便站起来的时候 他还没有反应告诉他说 我要站起来的 血压要打高一点 所以如果你血还是只打到这里 你看看你上面一段就空了 所以事实上这个时候 就没事的时候 要脚动一动 跟你动一动 然后再起来会比较好 是 那饮食习惯的部分 刚才姨丽也稍微提醒 其实饮食真的还蛮重要 因为其实盐分的摄取 如果你真的是属于吃 比较重咸的 加上你又蔬菜吃得 比较少的这种人 通常如果说有几个族群 比如说像小朋友的话 通常会发生在 比如说饮食里面 他喜欢吃零食 洋芋片 饼干的 那中年人通常都是发生在外食人口 因为外食你几乎吃的都是咸的东西 因为调味的部分 烹调要好吃都是咸的部分 那老人家通常是发生在 所谓的酱瓜 腌制品 还有有一些人喜欢 有些老人家饭后 喜欢吃一点蜜餞这一种 还有这个导入 对 这个都是导入 这种都是盐分比较高的 吃上这个就是常常见的 因为他觉得要开胃 是 对 他又有硬齐啦 对 有些老人家本来口味都很好 其实也不能怪他 因为他其实他本来他在嘴巴的 对 那个触觉 味蕾上面 他本来就老化退化 所以他基本上他煮的东西 尤其是像刚刚讲的 更年期的妈妈 他常常煮菜很咸 可是自己都不吃炸 自己不知道 然后家里面的人就会觉得 妈妈怎么好像最近手机 口味变咸 对 变咸 你说我太太好像最近也这样 他加盐包会加的时候 他说我没有加盐包 我加盐一碗豆腐乳 那会比较甘 然后里面就很辣 其实讲起来说我宁可提早 比如说我在现在 我就养成清淡饮食了 那至少我在到了更年期之后 不管男女 我的饮食是不会有太多的改变 我说淡一点也是OK的 对自己身体都很好 对 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下 我们在高血压的部分 有一类就是非常 sort的sensitivity 这种你只要多吃一点盐 那血压就蹦就蹦很高 那这一类其实治疗很简单 你就叫它现盐 扫盐 搞不好血压就降得比吃药还好 对对对 但当然你要去试它 就是说是不是对这个盐的反应性很高 OK 所以这一类在仪里他们在营养师 在饮食的调整上就非常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正常人 正常人建议一天是6克的盐巴 可是我们现在统计出来的结果 我们一般正常人吃大概都是12克到15克 对 都是两倍再多了 所以你基本上你在建议的时候其实是 其实国人的饮食习惯里面都是咸的 那有些人喜欢特别喝汤的那种人 对 喝汤的 尤其是冬天汤汤水水的东西 那他其实他会觉得说 我好像喝太咸了 我再喝杯饮料 可以冲淡一点 没有盐还是进来 对 然后造成肥胖 肥胖又引起高血压 就一直在恶性循环当中 就是饮食习惯 是 一块鸡排应该超过6克了吧 对 现在也超过 可是我们最怕是外食之后 全部做完了 那个老板再撒一勺油 撒一勺肉燥 再撒一勺盐 那个就超过 对 那大概不止了吧 大概一关了吧 所以 总而言之那饮食还是清淡尽量 口味不要把它养得那么重 重口 或者是说量不要吃那么多 来 情绪 就我刚刚说的喜怒很害羞 然后口听 保持稳定 peace 对 好不好 稳定就好了 因为这种理论来讲就是说 你每一个 比如说刚刚说的七情 它每一个都会对称的每个丈夫 所以当你说怒伤肝 那你笑得太多的时候 也会影响到你这个部分的 某个不丈夫 比如说恐就是伤肾 真的 伤肾就让你害怕 看恐怖电影的 但是它适当一点点是刺激 所以你一直处在那个环境下 就有问题了 就交感声音太过像 事实上大家讲情绪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很多坐公车或捷运 你看到公车要来了 距离还有三十步 你就赶快跑过去 很紧张赶快一跑半了 就学校就开始升高 对 很多的那个 爸爸妈妈在追公车 对对对 事实上情绪就是要让你 不是有时候讲起来 他说我就都不会很紧张 那不会 可是从小生 生活的小点灵就可以看到 追公车 赶捷运 对不对 很极乐 你的工作环境 有噪音的那种 长期噪音之下 你情绪会影响 所以这时候你知道 可以带一个什么水果 香蕉 香蕉 保持心绪稳定 对 香蕉它是高甲的水果 甲本来就可以帮助 那的排出 再来就是它里面有血清素 它可以帮助你的情绪 比较舒缓一点 气包膜比较稳定一点 那个香蕉一条 又是两份水果 刚好一天 所以我每次是带香蕉 大家不要笑我 因为我真的有情绪上的压力 对你 我知道你不是这个问题 你绝对不是为了加血压 但是香蕉热量比较高 不是 因为你知道 我们有时候情绪上真的 我常常会跟我旁边 身旁人讲说 小新母可能会中风 因为为什么 因为刚刚吴医师在讲的时候 那些症状我觉得 我好像快中风了 对 就是因为情绪上的压力会造成 你血压突然会变高的原因 对 所以带两根香蕉没有错好不好 好 所以情绪管控自己也要 留意 好 再来新陈代谢的部分 当然新陈代谢越不好 越容易 不是 像我们甲状腺康径的 比较积极的 激动的 这个新陈代谢 它也会影响到 注意事在讲我了 你看 对 比较嗨的 对不对 或是吃减肥要吃的 就是那个新陈代谢 你讲个甲胖我也有 情绪上我也有 对啊 所以我是危险因素很多 危险因子很多 对 那请问你平常是怎么样保养它 带一根香蕉 对 就把香蕉拿出来就好了 没有 尽量保持 你平常饮食有特别的清淡吗 就清淡 所以我说对太重咸的东西 其实我不太吃 对 那如果说碰到我先生 他重咸 我会把他引导回来 因为我就是一定要从家人开始 对不对 引导回来 他们大家就说 因为我吃蛋 他们会跟着吃蛋 那小孩子也会跟着吃蛋 对 好 再来 抽烟喝酒 那当然就不用讲了 但是大家要小心一个陷阱 抽烟的 如果刚开始抽烟血压是舒张的 因为它放松 缓解 可是长期来你骨丁还是会要让血管收缩的 慢性了之后 所以是很不好 那同样的喝酒也是 大家喝酒知道短期在 短期间因为酒精让血管扩张 所以有潮红 热等等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中风的人都是在喝完酒 喝醉酒 喝太多 因为血管它飙高了 收缩了 所以事实上它的后遗症都是在它的后期出现 绝对不是在前期的时候 尤其是抽烟在抽的时候 我们大家说 从这边进去 从嘴巴出来 那么抽烟的人都这么讲 不讲说他们造成二手烟 或者是三手烟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的烟里面 它有一些胶油的补丁 就造成我们的血管 它本身会收缩的比较 比正常的血管会比较明显 那你如果刚好有点血压高的时候 它会冲上去的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同样的年龄 有在抽烟跟没抽烟的 这一部分有抽烟的这血压是会比较高的 那经过这个年久 这个一点时间上的一个控制不良的时候 它就更会造成我们一个 从轻的 中的 到高的 所以就会比较后面的 就会浪费我们国家的资源 这血压就很高 就要吃血压要 我觉得有 因为为什么 因为像我公公他们都在 他的附近周围同事 他们都在烟厂工作 就是以前那个烟酒购买局工作 那他们都有抽烟的习惯 可是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已经快八十岁 七十几岁了 每一个人都高血压 因为他们会发那个免费的烟给他们 不然我们抽嘛 有什么关系 可是抽到后来到年老的时候 几乎他们那一区里面的老人 就是男性的那员工都有高血压的部分 因为烟也可能造成血管硬化 对 对 就血管硬化 要快一点 然后我公公就是到后来 就是到后来有一些心肌梗塞的部分出现 很容易 很严重 好 所以烟酒是任何疾病讲到都是 叉叉叉 千万不可的 只有适量的饮酒是 小酌 对 我们那个 但是有量 过量绝对多 抽烟是百害无一利 但是我们现在很少人能够适量 都是成瘾 没有啦 有时候特点 人家特点什么古药酒那一点点 那你又看看就是你的量 还有你的年龄都有关系 适量 来 那血压高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说 有时候会头昏 然后这个 有点呼吸困难 呼吸困难 心悸 头晕 眼睛滑滑的 还有什么症状 我说阿姨 你的脂肪怎么红红 吃红红 这有一点